中华職棒现在火热票房超好 从Lamigo开始成立了专属的啦啦队 到后来统医师啊 易大西啊 连兄弟上也都要成立专属啦啦队了 每一队都把啦啦队 搞得是越来越养眼 越来越火热 连这个内裤都解决了 这个裤子短裤都已经短到像内裤一样了 对啦 是制造了话题 但是连张泰山都说 每一队的啦啦队都搞得这么辣 都不晓得要不要带女儿去看球了 最新团体校热腾腾 刚曝光队员穿上兄弟黄T恤 搭配白色短裙 手上跟套上明星球员的背号护腕 这是兄弟像啦啦队取名像羊Girl 每一个不仅展现好身材外 也展现出青春洋溢的活力感 因为他们未来都要在主场场边 帮自己的球队加油呐喊 直蹦三支球队都有专属 啦啦队统一师友Unigirls 跳舞 辣米狗桃园队也有 拉米狗 一大昔牛也有 吸金女孩 现在生机上要成立 Only One的专属啦啦队 四月五号开始在主场比赛 就要在场边进隔热这个 带动球迷气势 也要和其他拉拉队故别秒数 不过棒球是全民运动 辣妹拉拉队穿着太过火辣 漏肚子小蛮腰犀牛拉拉队 更是被说短裤就像小内裤 就连森林王子张泰山都在脸书上说 球场终究是亲子皆宜的地方 为了行销而祭出热裤和比金银女郎 过于挑逗和性暗示的动作 就让他不知所措 不知该不该带可乐去球场看球 小孩子的教育方面 对一些观感好像不太好 我去看年纪我还好 对因为就是 其实稍大一点的小孩子还OK 说人不出政各球团拉拉队 百变造型长变替球团助政 也要替自己吸引人气 这一期我好久了 讲述此台北报道